大家好,我是C2 Channel的Stephanie 今天很高興在我身邊可以跟兒歌天后Purple姐姐 她也是今天的表演嘉賓,還有一個簡單的訪問 你好,Purple姐姐 你好 想問問你,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紫色為主 跟你的中文名字很貼切,亦很有緣 那你會不會有些很特別或深刻的感受 關於啟迪會的,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其實參與啟迪會的活動就去年開始了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見到一些朋友仔 跟他們去一些演出 我覺得其實在這個社會裏面 有很多朋友需要我們去關懷,去支持,去了解 我經常覺得一個共融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啟迪會都是想將這個訊息推廣出去 所以也很希望參與這個活動的同時 希望不只是帶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知道 這個共融的訊息和幫助有需要的人 希望都可以感染到我的粉絲 謝謝 那我想問問你,今天你會帶了什麼表演 來這個嘉年華呢? 其實主要都是唱歌 我們會唱我自己的一些兒歌 比較勵志的一些兒歌 希望大家可以有些歡欣和快樂的氣氛 因為今天這個嘉年華是一個家庭日 所以一家大小希望開開心心 有一個歡囊的星期日 相信大家等一會都會聽出以後 還有,最後想問一下Purple姐姐 你也知道你在啟迪會 都跟她合作了有一段時間 那你會不會在這裡想藉著鏡頭面前 可以跟大家呼籲一下 即是可能幫一下這個啟迪會 去說一些支持的話 其實啟迪會是一個相當有意義的一個組織 也都了解到一個症狀 一個腦間症的情況 大家可能對這個症狀 未必是完全十分之了解 希望我們也是藉著一些活動 大家可以了解多一些 以及身邊的朋友 亦都可以多些關懷、多些關注 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朋友 希望不只是帶朋友 我相信就算小朋友 都可以出一分力 謝謝Purple姐姐 好,謝謝 希望大家接著下來 會細心欣賞我們今天的節目